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我的學弟妹越來越多了 只是說拜託不要來跟我 不要再來跟我們去爭那個通告費啦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最近還要幫這些學弟代答 這蠻麻煩 記者都來問我他們的問題 對 那我是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 這些人為什麼他們會失望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認為說新政黨 所以我 其實我跟吳慶瑩蠻好的 因為我2020負責三個女人 蔡壁魯 高昂安 吳慶瑩 就這三個都是我負責的 我是經紀人好不好 天后果 對 飛黃騰達了 為什麼我會負責到他們三個人 是因為 我這個大個 就特別交代我 這三個你拿去 你拿去 你拿去 你拿好就好 所以其實吳慶瑩 他是本身就蠻有自己的個性 他人不錯 他對於這個永續啊 跟影法族的推動等等 反正我認為他都很棒啦 只是說關於副總統 這個為什麼讓大家覺得非常訝異 因為我說真的 如果你柯文哲 本來就有安排 你要跟他搭 那你很多在政策的論述 政黨的論述是不是就要調整 但是你完全沒有突然間出現他 這個感覺就好像 突然間發現口袋沒有一千五 需要跟吳慶瑩借一下 所以我們就配對在一起吧 不能這麼隨便嘛 所以對於新政黨政治 我覺得這些學弟妹有太多的期待 為什麼因為像以前 2020那個文宣都我在寫的嘛 哈哈哈哈 天啊 對啊 所以我要講 所以你會發現2020跟2019跟2023會有一種差異 我們以前是怎樣 是徒步 走全台灣用腳步這樣走 但是你知道現在他們都不一樣 而且你去想黃珊珊什麼時候才入黨 我覺得有時候民眾黨要思考清楚 第一個黃珊珊是什麼入黨 是柯文哲去美國前才入黨 嗯 接著就是說三四月以後才入黨 第二個在幫你們弄這些名單 談判的名單的周餘修是什麼時候才入黨 對不對 被國民黨發現 哎呦 聽詞交易有內監 才從民進黨先退黨 然後才考慮加入民眾黨 再來我再問陳志涵你是什麼時候入黨的 結果你發現這一些人居然都在管民眾黨的文宣啊 所以我就覺得齁 其實齁 告訴你柯黑才是真正民眾黨的魂 哦 對我現在告訴你 李友宜他不懂 他可能不久喔 欸欸怎麼又變了 坐到我這個位置來 對 不要再搶我通告 那還有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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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很重要 民眾黨的議員 民眾黨議員只有十四席 今天 今天 今天彰化那個就退掉了 那你知道民眾黨會上的議員很多都是國民黨背景 嗯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hold住那個組織 我好不容易都hold住了 那結果你柯文哲 我跟你講 藍白不用和 我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你為什麼可以在藍白和的過程中 是你們這些高層 去跟國民黨的人吵架跟挑釁 對不對 那你看國民黨都沒有跟你們吵架挑釁 你說他裝可憐可以 都是誰在吵都是林涛啦 對啦 結果你們我們都是黃珊珊啊 柯文哲直接跟國民黨吵 吵到我告訴你 基層的國民黨的一些支持者都跑去罵我們民眾黨的議員們 所以你看這些議員撐不撐得下去 我告訴你 今天那個陳崇嘉 他在彰化也是有自己的組織喔 他今天宣布退出造成什麼 造成整個彰化的議會 直接少了一個黨團 我現在在問 有非常多的柯粉 他以為 我們可以去走那個高宏安的這種方法 那你們不知道高宏安背後是誰支持他 是國民黨幫他選上的 不是你柯文哲 柯文哲那時候跟高宏安感情根本也不好 那你更不用講黃珊珊 有非常多人 尤其是國民黨就問黃珊珊 不好意思 你為什麼自己不出來選區域立委 黃珊珊珊就回 不好意思 我需要幫總統 我需要幫柯文哲當總幹事 然後他前一陣子受訪的時候說 不好意思 我列進部分區的話 我也要排第十一 我們也要列部分 我排第十一 就一出來 不好意思變第一 第一 不好意思 瓜哥他都不出來解釋 國運昌龍這個嚴不嚴重 嚴重嘛 不好意思 你本來應該要超過四個月以上的黨籍 你才能加入部分區嘛 結果柯文哲直接邀他就進來部分區 人家一個黨五個 所以可以不用管這個 對所以我跟你講 柯文哲以後的組織該怎麼做 這我告訴你是很多地方議員 現在已經受不了的 柯文哲每一個禮拜 他可能去李友誼 從他家到競選總部到服務處可以去五次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 而且整天喔 24小時都待了 整天的啦